欢迎收看近集的台湾 我是廖婷娟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您吃过陕西菜吗 除了麻辣酸香 更多了边塞的大漠风情 而这家在台北东区的陕西餐馆 不少名人都是常客 老板李冠正早年到 陕西做生意 姻缘巧合结识了 玉厨的后代 徐道不少的秘方 让他虽然后来经商失败 黯然回台 却还是能够靠着陕西菜 重启炉灶 像是外酥内嫩 有自然香气的 新疆香酥羊腿 还有让人闻香下马的 西夏蒜味锅 甚至连甜点都不马虎 蒙古榨奶豆腐 外层撒了厚厚的糖霜 里头包裹浓郁的乳酪 一咬下去还会牵丝 让不少的饕客 是一吃就上瘾 之前炒菜的时候 炒到昏倒了 倒了把它扶起来之后 它定一下神 再炒两道菜 又倒下去了 看到它这么的认真 所以你不得不跟着这么做 大家会说 做什么要想什么 我一直在想说 什么叫倒地 倒地的陕西菜是什么 我们一直每一年都 都会去大陆一直吃 然后在挖东西 去那边是在找 你会感动 或是你的味蕾会打开 你要做出我们自己的味道 大家为你们上车到新疆香猪羊腿 一整只烤羊腿豪迈上桌 就像被端上伸展台 好几只手机对准目标拍啊拍 诱人已经耐不住性子 抢先动快 看到那羊上还很惊喜 对啊 因为很大一盘 然后一上来就有那个香气 它的羊肉的口感很软嫩 对 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很好吃 吃得很冷 是一入口即化那种真的不夸张 不管是爱吃羊还是平常不吃羊 都被这道新疆香缩羊腿征服 而这里除了飘散在空气中的孜然味 很有西北大漠风 餐厅更布置得像陕西黄土高原上的窑洞 另一头厨房里老板李冠正的手 半克不得闲 毕竟要做出不燥 又软嫩美味的烤羊腿 得慢工出细火 这些龙毛啊 细毛啊 它没有处理干净的把它烧掉 除毛 汆烫 过滤血水杂质 再卤 羊的品质就由老板娘林慧玲来把关 羊我们不能用老的一定要用小羊 小羊的肉本身就比较嫩 年纪大一点的羊啊 它就会有羊味了 卸火慢炉好几个钟头的羊腿得细心呵护 下锅前还得像女生化妆一样 薄薄拍上一层粉来定型 这些都非常的软了 一拉就会断掉 所以都要很小心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油锅炸了 油锅前清秀的大男孩是儿子李上馨 毕业后就开始进厨房 跟着老爸学手艺 不经一番油锅炸 哪得羊腿哭鼻香 上桌前厚厚撒上盐巴 孜然 辣椒 很有大漠中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豪气 羊腿炸到外酥内嫩 一刀切下 发出令人欢快的咔嚓声 我现在用的这个脊椎骨这边啊 在陕西西北那边称为羊蝎子 酥脆外皮下羊肉炖到软嫩 羊骨轻轻一转就能骨肉分离 羊肉独特的香气窜入鼻中 勾人心神 有点类似的公司像那种口感 那皮脆然后里面软 它不会像说烤的东西一烤就裁掉了 现在很多羊肉其实都已经失去那个羊三味 但是这个保留一点点 然后让怕羊肉的人也敢吃 它就是只有一点点辣 可是它可以提出它那个香味 另一道令人闻香下马的 是西夏畅味锅 北方人爱吃锅 用牛大骨熬的汤底 加入鸭血 牛三宝 菇类食蔬 结果后铺上大量的香菜和蒜苗 最后淋上辣子油 特制花椒辣椒 入口没有想象的油腻翘辣 而是令人惊喜的温润甘甜 有那种温润的感觉 对 然后很顺口 网络上推荐一定要点的必点菜之一 对 这有先做过功课才好吗 对 有 我觉得它还蛮清爽的 就因为我刚才赶过来 然后我这样从外面热热进来喝它 就觉得说并不会太燥热 也不会说味道太重 牛肚 牛筋 腱子 肉 香气滷到入味 Q弹透亮 入口即化 叫人一吃上瘾 怪不得就连平日中午 身处台北一级站制的小店 也坐无时席 不好意思帮你们散一道汤 来小心 来 小心 来 谢谢 这道是水滷蛟龙汤 据说后的这道汤 大家的感情会非常的好 活泼爽朗的林慧玲忙进忙出 热烘烘的厨房则是李冠正的地盘 厨艺了得的她 烧菜几乎不用锅铲 凭单手舞动铁锅 食材都得听她摆布 这把手艺也厚尽有人 面对儿子李尚勋 李冠正可是最严格的老师 你爸爸家做得好有天分吗 应该有 而要儿子练熟的第一道菜 就是酸呛土豆丝 节奏要对 节奏要对 很厉害的耶 你又不会以为它会切得很厉害 那只是表面 要检查 如何 很厉害 比前几次好 我还更快 土豆丝看似不起眼 但要把这道家常菜做得好 可不容易 把那个淀粉洗掉 吃起来 不然都会糊糊的 你要吃起来爽脆 李冠正说最重要的 就是掌握火候跟锅器 辣椒抽散爆香后 得眼明手快 把醋溜土豆丝抛进锅中 看李冠正这种惊艳老道的师傅做菜 真是一种享受 翻锅的节奏和韵律 自成一门艺术 大火快炒不到20秒就能起锅 每一口除了醋溜的爽脆 还有诱人的锅气 下饭开胃 夏天吃这个还蛮爽口的 然后酸度也够 如果吃了太多重口味 吃这个蛮解腻的 它一般的马铃薯 吃起来是比较软 偏软的 那这道菜它本身就是比较脆脆 然后又有酸 一点酸 所以还蛮开胃的 煮菜煮了三十几年 早已摸熟客人口味 国勺翻飞炒的也是人生百味 其实李冠正早期 曾跟爸爸到大陆经商 也是第一批西晋的台商 不但在当地做起香料生意 开营楼 开餐厅 还因此和陕西结下不结之缘 你会觉得超好玩 因为你从小到大没看过那种 怎么会在上面种树 种果树 下面是住的地方 住窑洞 上茅房 虽然生活不便利 却别有情趣 西安古都更是卧骨藏龙 李冠正就是在这里 结识了御厨的后代 我今天也会自己做菜 对 他就说你这怎么做 好吃耶 那就比如说用个 我们台湾的卤肉饭 阳春面 对 就教他们怎么做 那也要 你们也要拿一些东西出来 他们说那我也教你做几道 那重点是我要煮得还不错 当时小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丝毫不知商场险恶 等李家的技术被全部移转 陆方就立刻增资稀释骨泉 最后心血统统被吃下 一切付足流水 变成我们是最早离带包 去那边花钱 草草结束生意黯然回到台湾后 李冠正只好重启炉造 没想到误打误撞学会的宫廷料理 竟然成为他后来安生立命的记忆 他的陕西菜很快就在台湾 打响知名度 但是来踢馆的也很多 外申的第二代老兵啊 将军啊 对 他没事 突然讲一个典故啊 突然讲一个什么 你会怕啊 你用厨房把你叫出来 你更怕 遇到一次 你就拼命买书籍查资料 所以每年要去看一下 只要电视有播什么中国人都要看 为了不漏气 李冠正比谁都努力 每年必回陕西学新菜 像是这一道烧鱼梅 也是玉厨后代特别传授 老板你刀都不错哦 很快 做这个要很快 因为每年都有非常多条 将鲁鱼刮鳞去骨 只留下细腻的鱼肉 接着切成一颗一颗像玉米的形状 他们地方人都叫玉妹玉米 玉米玉米的意思 经过鱼露将蒜泥米酒腌漬去腥 就要下锅把鱼炸酥炸翘 据说过去状元极地面胜前 一定要吃这一道菜 因为看起来像礼乐龙们很讨喜 而且鱼肉一翻开 热气就蒸腾而出 每一块都包覆了酸甜酱汁 还有饭后更不容错过的 是蒙古炸奶豆腐 好脆 对 那你之前吃过吗 有啊 这是我很喜欢吃的甜点 这个甜点特别 哪是你喜欢吃这种 那么少女心的食物 是啊 有通男心动的感觉 你可别小看着看起来 像大型炸馄饨的玩意儿 表层的面衣 是加了牛奶上面的膜下去感 所以有淡淡乳香 里面跟包了满满的乳酪 外层再撒上糖霜 掰开酥脆饼皮 浓醇的乳酪难舍难分 交缠在唇齿舌尖 那个甜点很好吃 酥酥的甜甜 然后脆脆的样子 然后就 我喜欢的起司在里面 所以我还蛮爱的 东西好又有特色 客人一波接一波 李观真忙得昏天黑地 身体也出了状况 之前炒菜的时候炒到昏倒 倒了 把它浮起来之后 他定一下神 再炒两道菜 又倒下去了 曾经我们在外面吃了一碗面 汤喝了之后 上车要开车回去 马上吐了一大碗血 他 他算那个什么猛爆性 过于初学 我有叫他多休息 但是他第一件事就说 走 进公司 对 就会看到他这么的认真 所以你不得不跟着这么做 但我当然做什么要做什么 儿子李尚勋过去从不管玷污 随着的年纪增长 也慢慢能体会父母的辛劳 开始有来店里 就是帮忙上班 才会知道其实这蛮累的 然后开始会觉得今天客人比较少 会有点担心什么学习 所以帮一些家里的事情 分担一下爸爸妈妈辛苦 所以他不但会进厨房 帮爸爸打下手 还会制造噱头 帮餐厅揽客 用餐时间 自己粉末登场白断穿聚变脸 让现场戏份嗨到最高点 来 我们邀请一位 来跟师傅一起变脸好吗 来吃顿饭能看表演还有好汤 刚刚有没有听到个孙悟空来了 有 有 大家有听到喔 可以猜得出他是在第几张脸 猜到的话今天甜点招待喔 这张不错 来 第三张小姐 谢谢 来 你猜中了 有了李尚新的卖力演出 让餐厅淡季也能维持基本客源 但纵使如此 李观正对料理的坚持 还是数十年如一日 就是希望能做出全台湾 最好吃的陕西菜 我一直在想说什么叫道地 道地的陕西菜是什么 我们一直每一年都 都会去你大陆一直吃 然后在挖东西 去那边是在找 你会感动 或是你的味蕾会打开 一直在找那些东西 你要做出我自己的回答 虽然当初满怀梦想西境 掏金失败 最后却能习得满身本事 回台创业成功 这种不怕苦的热情 就是李观正陕西菜 最迷人的滋味 最后却能买到 其中却能买到 一边是 接下来 就是 我会应该